你结婚了吗 还没 不过现在岁数也大了 挺想找个老师女人结婚的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女人 光老师就行 那肯定不行啊 她得真心对我好 得赚钱给我好 她得能包容我的过去 你的过去 你有什么过去呢 不瞒你说 虽然我以前经常抽烟喝酒 泡泡夜店 但我真是个好男生 即使参加八个女朋友 我觉得这没什么呀 对吧 这就像一件古董 经手次数越多 说明她越抢手越受欢迎 你说是吧 不过八个女朋友 确实有点不少啊 八个和一个也没什么区别啊 对吧 难道她就没谈过一两个吗 对吧 她要是说我 她就是一五十步笑百步 当然实在不行 我就告诉她 我就谈过一个 反正她也不知道 这叫善意的谎言 你刚才还说 她要赚钱给你花是吗 那肯定啊 要不然怎么证明她爱我 对吧 经历这么多呢 我也看透了 光有爱情 我也吃不饱 我不需要她一食物成功分手 我需要她有世界心 上进心 多赚钱 哪怕她对这个家 不问不问 什么都不管 你觉得她一个月 赚多少钱能养你 起码两三万吧 你说像我呢 平时饭局也比较多 是吧 偶尔经常跟兄弟们呢 也要喝个下午茶 对吧 是不是在做个SPA 足疗什么的 她挣的少的话会降低我生活质量 是不是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的 月薪多少 我IT行业 具体做什么 网吧网管 别看我一个月就挣2000块钱 但是 我都用来装修我自己 是吧 通过我发的喷口圈看上去呢 我也是一个过着精致生活的帅哥 反正别人也不知道 我花费精 俩个都没还上了 你看我这点对钩 不错吧 其实是地摊20块钱买的 掉漆的斗 你看 你看我不说你也不知道 对吧 你要这种虚假的精致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那一方面呢 她能让我过滤掉 一部分穷的泥屌丝 对吧 另一方面呢 她能帮我吸引到 有钱的女人 让她们来追我 对吧 这叫花若盛开 蝶子来 是吧 她若一来 就等我下怀 哎呦 你要求这么高 结婚也得给你彩礼吧 那肯定啊 对吧 毕竟我爸妈 把我养这么大也不容易 是不是 不过也不用太多 给个20万 20万 一死一下 得了 对吧 那你说给的少的话 你说 我那朋友怎么看我 我亲戚怎么看我 我们村口那帮 大爷大妈怎么看我 是吧 哎呦 你爸 住的别墅 是吧 给不给 我都无所谓了 反正结婚的时候 都是自己家的 你说是不是 目前的话 你遇到符合 你条件的女生了吗 还没有 不过我能等 哪怕天荒地老 为什么不能降低一下 自己的要求呢 这样不就 这样不就能早点结婚吗 再怎么说 我也是做过 富婆大奔的人 对吧 见过了世面 一个见过了雄鹰的人 怎么还会看上 小麻雀 我都不可能 这样的要求 这就是我 不一样的烟火